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來到我蘇紫若的頻道,收看我這個文化面觀的節目 上幾集介紹過三角演藝開篇詞林剛鮮 今集正式開始講講三角的人物 第一個想講講一代蕭雄曹操 大家好,大家心目之中的曹操 多數都覺得他是奸的 但是呢 我們先不要講他在三角演藝的一本小說中的形象 其實正史三角志的作者陳秀 是以曹藝為正統的 而劉比伊的熟漢反而是不算的 不過你也可以說陳秀他本身是俊朝的人 他司馬是德國於曹藝 所以可能就有些陰性 無論如何講也好 曹操 他都是一個比較濫殺的 試殺的 軍人 他打敗了某個城池 攻陷了某個城池的話 往往會殺掉那個軍民 以現代人道主義來說 他是不折不扣 一個大魔頭 我今天想講幾個 他 有殺過 或者 沒有殺過 的人 第一個就是孔蓉 孔蓉就是一代神童 他被曹操殺的故事 就是三角志裡面沒有記載 不知道大家 記不記得 這個小事了了大未必佳這句 那就是 不是他說的 是別人說來形容他 那他 相當之聰明 立即反駁一句 你應該都是小事了了 哈哈哈 這句真是答得很聰明 那說回正經話 那他 是漢朝的大臣 那他跟曹操 都是 是 忠於這個漢室 他 但是他就得罪了曹操 曹操的地位高了他 反對 曹操某些政策 例如恢復 一個殘害罪犯身體 的獄刑 他也是提倡 這個 增強漢朝皇室的實權 那當然啦 曹操呢 就 不是很喜歡這傢伙 小子 那 唉 想幾條罪去 對壞他啦 那 一語就說他 圖謀不軌 危害 朝廷安全 殺 第二位呢 史上記載 真是有被曹操殺了的 就是楊修 那 我不知道 你和我同不同年代啦 我中學的時候有一篇課文是講楊修之死 就是講他此財奧物 這個是 他相當之出名的一件事啦 那 他就 他也是跟曹操賺食啦 那就 他就很擅長 去揣摩曹操的心意 那 話說呢 有一天 曹操呢 就 有人送了一盒 鬚 就是 我想是餅的 小食給他啦 他就在鬚上面 就寫了這幾個字啦 一盒鬚 當然啦 他的書法當然比我 高榮很多 那麼 他 旗下的馬仔就見到 一盒鬚 都不知道什麼意思 唯獨是楊修 見到這幾個字 立即就打開盒 就拿了鬚出來吃 還要跟大家說 你們都來吃啦 因為 其實 他就把這個解做 一人一口鬚 這個可能是曹操的原因 曹操就是楊修 真是聰明 真是猜到我的新聞員想什麼 那麼 到了後來呢 都發生了幾件類似的事情啦 曹操就很猜忌這個人物的 結果又是借那些 殺 然後 跟著要說的 亦都是被曹操 被曹操堵壞了的 就是 神醫 華佗 他最有名的就是 幫這個關公 刮骨療毒 都是關公一件很有名的事情 顯得他 很勇 真的都不怕痛 也不怕症 根據三角演義 就說的 曹操就頭痛 就照華佗來看他 神醫嘛 華佗就說 你這個病呢 我要打開你的腦 才可以治療的 曹操就說 你 我不太相信 你這樣 其實是想 想我死而已 你是想 幫你的 好兄弟 關公報仇而已 但是 根據證使 就是 華佗呢 其實是 早死過關公的 不存在 為他 報仇這件事情 也有記載 就說他是因為 以 老婆 患了重病為藉口 回鄉 避開 不想醫治曹操 曹操就派了 他的馬仔去 追查 看看是真的還是留 發覺是留的 他老婆是沒有病的 那麼 就捉了他回去 坐牢 坐著坐下 就堆倒了他 第四個我想說的人物呢 就是 呂伯車 這個名字 車就是車齒的車 這個人呢 究竟有沒有被曹操殺呢 大家自己判斷一下 那 正史 三國志 完全沒有提過曹操和這位 人兄的瓜葛 那麼 去到 魏書 就有提過 就說 這個 曹操呢 曾經 在這個 呂伯車的家 留宿 但是呢 呂伯車 就不在家 那 他的兒子 和兒子的手下呢 就想搶曹操那些東西 結果呢 就被曹操 殺了 那就 根據這個 另外一本書 叫做 魏俊 細語 也有說過 這個 曹操 是殺了這個呂伯車的家人 另外有一本書叫做雜基 裡面就多了一句了 就是說曹操呢 就 殺 了這個呂伯車的家人之後呢 就發覺 原來呢 對方不是想害自己的 那就覺得 殺了好人 良心發現 就覺得 淒瘡 這樣說了 我寫了這四個詩 寧我 富人 無人 富我 那就是 悼念 他殺了好人 這樣的意思 大家要留意一下 以上幾篇記載 他呢 裏面呢 呂伯車 是沒有死 但是去到三角演義的時候呢 就說到 這個曹操不單止 堆壞了這個呂伯車 的家人 後來還殺了呂伯車本人 之後呢 說了一句說話 這句好出名 靈教我 負天下人 幽教 天下人 負我 但是這個是三角演義 是小說 那 可信性呢 相信就不是太高 好 說了那麼久 大家相信都對曹操的為人 有些了解 大家可以自由判斷 他究竟 值得我們 今時今日 那麼討厭他 覺得他那麼奸 那 我又為我另外一個節目打個廣告 草書之路 會介紹一下三角人物的書法 當然是包括曹操 亦都會介紹 諸葛亮的一篇書法裏面 草書的字應該怎樣寫 如果喜歡我這條片的話 請你 給個like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